國產品質獎 首先 我要恭喜三十位國家品質獎的得主 你們對品質的要求 不斷創新的動力 為整個社會帶來正面的提升 因為有你們 臺灣才會有更優質的產品跟服務 國家的競爭力也因此而提升 現在正是世界經濟快速變化 產業分工重組的變局 面對外界的變化 臺灣要站穩腳步 也要持續進步 因此 在國際貿易的變局過程中 經濟部和科技部已經掌握了大約有60家臺商 將要回臺投資 行政業也透過跨部會的力量 聯理方案要支持臺商回臺來投資 我還是要強調 面對外在的變局 臺灣要自力自強 要強化自己在國際產業鏈上的不可取代性 也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真正地邁向 壯大臺灣的目標 同時 政府也應該成為臺灣社會創新的助力 而不是體力 所以 我要求重新檢視 調整很多過時的法規 優化創業跟投資的環境 並且透過股價的產業創新 持續的引導整個產業環境 往創新虛重的思維去前進 我們會繼續跟上民間的腳步 更要感謝今天的30位得獎者 包括4位個人得主 以及企業 產業公會 大學等 遍布了各個領域 各位都充分地展現出 國家品質獎的德性精神 也就是高階領導 全員參與 持續改進 追求多元 你們所立下的典範 將成為國內各行各業 學習和開模 我要再次恭喜各位得獎者 謝謝你們的努力與貢獻 你們就是壯大臺灣最強的後盾 謝謝你們為臺灣努力 預祝今天的活動圓滿成功 謝謝 謝謝大家